那天因為我們有 他有戲嘛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 其他演員就一起去逛 那三峽老街 然後王子就說 誰要吃臭豆腐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我 我說我要拍吻戲 他就說鬧差 然後他就買臭豆腐 然後 你給我小心一點喔 我沒有 我吃了一小口泡菜而已 對 看我多疼你喔 好險好險 悄悄論情論意 都沒忘了Vanesse 不然這浪漫的吻戲 騙了臭豆腐的味 還真的一點都不羅曼迪克囉